射鏈,恭喜發財 射鏈是2013年的事,今年2016是後年 為何帶防毒面具 難道我們不小心去了大埔 搭紅Van去了大埔 他不開心說我甚麼事 我們正在做自己的事 所以我現在正在寵刑,是嗎? 是罪罪嗎? 你欺騙了很多人 我們不在家的傷害 或是整個殘忍 都會追蹤你每個地方 老闆都不開心 糟糕,我是車 你會把我放在街上去嗎? 在說話 唉,我們都做過臥底 現在穿軍裝 還要在這裡玩抄牌? 還要拍好幾次 這樣做 세乾 看來是臨東沽 發現,我們是我們要被托筒 怎麼搞呀 還有要替人解軍裝 libraries 好像是大 censorship 我們又在抄牌 好像有飛發賽車 有警車你不開 大家歡迎收看 Gameplay HK 又是阿俊 這次繼續玩 Sleeping Dogs DLC 這個就是射鏈 我們去繼續的任務 藍色嗎? 這邊,他指的是這邊 借過,借過,在捉警察 大家看不看有一個穿黃色衣服的人 到了 你看不看 在這裡 看到了 看到了 你跑不掉我告訴你 我不會這麼傻,跟你亂跳 喂喂喂喂喂 這麼大膽襲警 搞定 捉起他,踢回孖孽 那你就不能反抗 來,回警署了 暈了下一個,嫌疑犯 看不看下一個 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看到他了 喂喂喂喂 搞錯啊 明明在他旁邊不讓我捉 讓我捉到他們 麻煩 看不看 你們全部給我借開一個 你坐在辦公室 難道我們撲不到他? 我想撲 你不是想上車嗎? 好,先捉住他 我們上車吧 車尾箱好嗎 咦? 我們現在就在警車吧 咦? 是否車尾箱不夠大 塞他不進去 我不放他去 撞多兩下 剛才要我捉得這麼辛苦 就是時候要懲戒一下 懲戒院才再回警署也不適 還有我們有一件武器 就是這個電槍 舒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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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碰兩下好嗎? 哈哈,他不懂回答我 好了好了 我們玩夠,我先捉起他 你乖了 現在叔叔帶你回警署 進去吧 乖吧,進去吧 喂喂,沒有我的份嗎?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究竟我們現在在捉什麼犯 是不是新年小偷那些? 通常新年都不知道為什麼有很多人犯案 犯案的,九成九都是不知哪裡下來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捉他回去 一個不留 回去才好好地審他們 這邊 這邊 這位市民很合作,賜這班好市民獎給你 這個人又知道別人有懸疑 難道是鬼鬼祟祟的額頭 作著的賊字 走這邊 我們剛剛在抄牌 過來這邊 到了 打敗暴徒 你襲警 來,去聽我的電話 還有一個 我真的很襲警 進去 有電話找你 還有沒有第二個 還有一個 你媽找你 嚇死我 來,過來你爸爸找你 聽完電話就可以了 搞定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好像是 普通四門房車 為什麼可以坐到這麼多人 炸彈? 我們是不是要拆彈? 不要觸摸它 等待爆炸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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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時間要拆敗 這東西會掉 那是直接命令 我們應該要上車 你在後面怎樣 我都沒有話跟你說 我們去找炸彈小組 我們去找炸彈小組 借命 借命 然後 去找炸彈小組 我走 你過去 不然 我去找炸彈小組 走 拿了海 我們去衝下去 還有10秒 走 走啊 哇 搞定 希望我這些人輕傷 不要有什麼事 爆了 你是PC仔 唉 先收拾車 香港警察 麻煩你 你還在那裡 這條貿易很噁心 我決定這部車是不會還給他 神經病 再調查地址就來這裡 這裡是不是科技碼頭 這麼高科技要這樣開鎖 不是就這樣撩他就可以了嗎 我慢慢試 太快的話是會開不到的 哎呀 差不多了 搞定 搞定 炸彈製造工場 哇 還有放炸彈的地方 這麼多個蛇牌 這裡有什麼來的 教主 他而已 炸刀 你對著警察炸刀 你知不知道死字怎麼死 全部都拉回去告你襲警 電瓜 鎖住他 先掃回去 先掃回去 那你就會乖 哎呀 好 捉住這個 那剛才誰說媽媽 誰要回去找媽媽 全部拉完警察 叫你媽媽來保釋你 你怕不怕 哎呀 哎呀 吵爆他 壞人啊 喂 你幾個踩路都做什麼 你們過來增援吧 我一個打幾個 你兩個打一個是不是傻的 我警告你 喂 還打 還打 閃起你來打 哎呀 他把刀還沒掉 難怪抓不到 先把刀搞定 搞定 他死了 還沒見過警察拿刀嗎 是不是還沒見過警察拿刀 嚇到你回去 先碰一下 乖乖 舒服嗎 跳完沒了 好了 旁邊那兩個警察這麼廢 從哪個學堂出來的 兩個打一個都打這麼久 我們一個打十個 還要被人圍 這個慢慢審 有沒有準備電話簿 你正在看十年 最低的 我看你 我看你 我沒有看到一個人 在那樣的時間 我不會做十天 我們不會做十天 什麼意思 當新年開始 都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的家庭和法律 都不代表我 什麼意思 新年開始 世界 你搞什麼 世界 原來教主叫做鎖大師 即是全部人都要死 都要死 不信任我們 會被被關死 將在地下 讓我看這個 正在哪 現在這個師父 我現在是 他正在幫助 我們全都幫助 有多少幫助 是幾百 有百多 我們是他的軍事 數以百計很少 你瘋了 老闆 其實我未見過警察會有這麼多紋身 任務就完成了,我們現在就可以在車庫用到這個遠景的巡邏車 還有這個壓碎前的file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 一個挺有趣的DLC,竟然在新年發生這樣的事情 當然啦,炸彈爆炸的危機就比較解決了 但是有些少部份的市民因為阻差辦公的關係 就應該要送去醫院,希望他們就沒事了 那今集就來到這裡,下一集我們繼續 看看怎樣去剿滅這個邪教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